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语消息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习近平是出大状况了 三中全会今天几号了 23号了 啥时候开啊 连个时间都没有啊 连个影子都没有 这就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重点探讨一下 怎么都开不了呢 这灰怎么就不敢开呢 这个包包到哪里去 人家觉得奇不奇怪 有空呢 搞三搞四的 这是什么节奏啊 政治秩序国家大政方生 这组织纪律啊 组织纪律乱逃了 现在那可 大家说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么个这么政党来想 与此同时我们就肯定要说出经济问题 现在他不敢开会啊 我们来列举一些中国现在这个现象啊 从现象到本质 但是我们要聊聊现在经济差的不行了 而其中引起大家关注这个什么中国的退保 就是退出医保的这个这个数目达到这个简直巅峰啊 简直 这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数字 今年 千万人级别退出医保 哎呦 这真理说怎么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呗啊 与此同时啊 啊 我们继续跟进啊 这个北朝鲜啊 这边又有新动作 那难说啊 是吧 北朝鲜这边剑拔鲁章跟韩国已经坦克开 开到那个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是北纬38度下 38线内去了啊 啊 这个 形势比较紧张啊 我们也是跟进报道一下啊 那先说中国国内乱逃这个事情啊 三中全会啊 没法开啊 没法开到什么什么地步呢 什么概念呢 到今天为止没有发布他啥时候开啊 我们可以参照参照一下历史上 你比如中共18届三中全会啊 啊 当时什么呢 2013年11月9号到12号的时候召开的啊 这个11月份就召开 这是往常的惯例啊 那当然这压的中共共产党也没有几年啊 说真的 改革开放以来才算是 比较有正常的这种政治秩序啊 说说真的改革开放前都不算 那那玩意啊 啊 然后 真正建立起一个这个这个叫做政党秩序啊 这个应该来讲是江湖时期的以来而射前 所以也没有多年啊 中国说这个什么五千年文明古国呢 说在中国能找到的古的东西那比日本啊 比比美国都少多了 还是比美 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说那美国是个什么新兴国家 其实美国的博物馆 百年建筑比中国海了去了 这个纽约的个百年建筑 比北京都多 北京说的什么什么什么历史文化名城啊 其实靠边站 说真的 因为中国老的东西基本上以前文革全部砸光了 现在看到有些是乱七八糟 说真的啊 你也不知道中国的那个是是否保留啊 或者说他有没有做一个正了八千 现代科学意义的文物保护 或者说哎呀 中国他造假的呢 可能那文艺是不是古都不知道是不是啊 谁知道呢 啊 但是啊 说说回来就就这个政治秩序也是有点秩序嘛 你看那个你以前十一月开 但他实际上什么呢 八月二十七号的时候 他已经公布了要要十一月份开 你看这一句是有有秩序的 然后十月底的时候就说几号开 八月二十七号的时候就说十月份会开 但十月几号还没订到时候再订十月二十九号了 然后就差不多了啊 能够做下一周 比较明确的一个日程表了 那之前我们说首先是两个啊 一个 习近平是不是把这些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啊 然后去美国啊 这些事情安妥下来 他从美国回来好几天呢 美国当时这个按照外交部的这个公告 是十七号回国的 那我就当他十七号晚上回国 所以不算 那十八号的算一天呢 十八号算一天呢 那那那那也过好几天呢 这一周啊 那个你说周末也不算啊 放假 是吧 那个主席 其实国家领导人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假期的概念 除了就是 真正的就是 就是安排了放放度假假啊 像像美国 尤其是大国领导人 因为牵扯的国际事务 比较多 他就没什么假期的概念 哈 然后呢 呃就 除非就真美国这种比比较好的国家呢 他的比较有规律的国家 或者日本 他就专门找一个时间来放 哈 那就拿完页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才叫做真正放假 不然他其实是没有真正放假 啊 然后呢 那中国国家领导人有没有真正放假 我不知道啊 他他说人民公土啊 我我就当他最起码对标美国日本啊 哈 其实你你说你人民主义国家 按理来讲 那个习习包子的工作强度 应该要比美国还有日本的领导人大 这才说得过去哦 是不是啊 就是当然的 我就当他是周末双修了 啊 双修他就啥都不干啊 我就当他这个法国人啊 这个浪漫啊 这方向就啥都不干 在本周三天了 你说美国回来该定定了 那个现在怎么还没有就是比较奇怪哦 说真的 已经没没没谱了 哇 就像以前说这个美国回来再开 那还有点谱 还有那现在到现在都不开 现在大家都没谱了 就心里面那那那啥时候 还有 说回经济啊 经济现在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出台了大量的政策 没有效果 就没有收到那种很明显的效果 哦 你说一两天反弹反弹 一直都有 你说恒大啊 还有闭关元 过去这一年 偶尔一两天反弹一下 有没有 有啊 一直都有啊 但就 你说实质上就是整体的改善 没有看到 你说股票市场 因为它是有波动嘛 里面那个券商它是要赚钱的 或者 这有它有一个交易逻辑在上面 但对于你说这整体情况 你说地方债 你看地方债务问题怎么解决 这个 然后财政问题怎么解决 啊 然后这么多地方 你说这这些公交车都不开了 这个你说咋解决 这些都没有任何解决方案到今天为止 然后他出台的一些措施 比如什么什么又降守护了 有什么 有没有效果 没没没看到效果 比如这个楼市的成交数据 我们很久没看 因为金酒银食我们重点关注了一下 金酒银食过了 之后说真的就不用看 现在11月23号了嘛 那 11月份都没人说了 说真的 这城楼市的成交数据肯定就凉凉了 然后失业现在长期不公布 在有一个失信埋执行人 看这些债务问题方方面没有得到解决 然后说跟美国缓和关系 这是去美国 说真的没有人相信 从从中国里面的这个战狼派到到外面 没有人吃这一套 现在就就所以中美和解 还有 我当然说了中美你要你要真正和解 你要跟中美国的所有盟友和解 跟日本说 这是提出来一个叫做什么战略互惠关系 是吧 怎么互惠 什么互惠 我都不知道 那个你说这重新进口 那现在 现在 细胞是口头答应 他什么都口头答应 你说这这信用简直直接破产 口头答应说不打台湾了 在拜登面前 在岸田文雄面前口头答应 重新进口日本的海产品 这一个国家的领导员开这个说话 都简直是开开开虎臭 那那简直一点谱都没有 你跟这该整整的 你又互惠互惠啥呀 那你就问了 所以中国现在如果没谱成这样啊 全世界没法跟中国打交道 你一个国家现在现在啥时候开会 你都搞不清楚 所以就由于这些条件还有背景都没有 改善和变化的情况下 如果说习近平是因为什么债务问题 中美问题没有办法开会 那现在确实也没法开 因为这些问题现在都没解决啊 那经济问题今天看到一个蛮有意思的 我们来列举一下 第一个啊 现在老百姓这个失业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美团啊开放了一个叫什么什么玩意 冲会员跑单啊 什么叫冲会员跑单 有钻石会员啊 就 我这这叫叫什么什么意思 啊 有白银 有黄金 有宝石 有钻石 然后直接的骑手还要给钱 还有包月的还有包季度的 还有包连的啊 这个其中最贵的这个钻石骑手包连的啊 总价最贵时其实最便宜啊 4000 要冲了这个会员才能够获取到一些接单的权限 特权单 60秒免责取消单等等等等啊 有有各种 要冲这个会员不然接单有困难 现在美团都流成这样 就现在全中国跑单人太多了 都要给钱充值才能够拿到单 你说这就是中国现在 究竟 付费上班已经成为常态 都不会现实 说真的付费上班在中国早都开始完了 现在回头想起来 万众创业的时候憋了一招什么的 很多这个创业型公司让让员工干嘛 让员工入股 是不是记不记得 入股啊 你你给公司打工啊打了一下 然后 公司蒸蒸日上哦 当时还能忽悠一下 然后蒸蒸日上就你不如加入公司的股份 是吧 然后公司以后分红啊发展壮大 甚至上市哎呦 在纳斯达克上市 那你不就赚钱呢 这套路是也是从外国学的 但中国最后变成一个什么 实质上的从头到尾的 没这个东西 很多东西没打通 你比如上市美国是比较畅通 中国实际上到最后这股市就烂 股市就烂了啊 所以也承接不了这么多 呃公司的上市啊 还有他他整个秩序就没打通这个良性循环 所以实际上到最后 你说真的很多员工收了工资之后 又投回公司里面去了 就就就就就跟美给钱上班一样的啊 嗯 那个那后来就更更离谱了 所以这两年 你看美团现在不充会员不给拍单 那个那个那个啊 霍拉拉也是 然后是有些单位现在让员工贷款 再借给公司 很多都还真是接 还有蔚来汽车爆出来贷款给公司 呃买车 其实这些都跟付费上班是没有太大区别 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已经广泛常态化的付费上班 这证明什么证明工作难找 因为大家都不傻 我相信不是说底下的人傻 肯定是因为工作太难找了 他要求他就折中了 折中了嘛 啊 那就那就进坑了 这是一个现象 还有一个我比较感慨的 就是15岁啊 15岁少女KTV 睡久之后就出来这么一个新闻啊 是在什么地方成都 成都啊 这个墙内的新闻就 就在KTV 然后不小心在三楼就就就就可能是失足 还是什么什么原因啊 啊 这个失足是真失足啊 然后就就就就就从三楼掉下去了 啊 掉下去 然后就 15岁 然后就发现了什么 那些现在大量的 你看15岁未成年少女啊 啊 从KTV 你看这就这就这就这种叫什么 提供有偿陪室服务 有很多的网友也提出就是啊 中国墙内现在这个很多这种啊 产业啊 这种产业啊 价格越来越低了啊 啊 这占街旅啊 这个中国大陆叫占街旅啊 这个K该旅 啊 就越来越便宜了 连这玩意都都现在都恶性竞争了 就什么呢 大家没有出路 困难到什么 这应该来讲是还在读书 你想想 一个也不读书了 现在读书也没卵中 早早的年轻多吃几年年轻饭 还不如早点出来啊 这个还还可甚至买卖个好价钱 是吧 就就已经是整成这样了 中国现在变成一个什么什么呢 国家安全 他还得管的管的很细啊 但是老百姓真正的挖金 有些东西 他真的是中国变成一个一个到处乱七八糟的国家 背后可能也有公安局这些贪污腐败啊 然后违法独职啊 公安局 以前什么什么中国大陆那些什么六合彩啊 都是公安局干部在干的 就这些事情 所以 看现在中国乱 乱成一个周 还有之前那个那个什么什么西西鼻子 那个这个西得很爽啊 那个专门卖卖给中国小学生 那种是不知道什么玩意啊 那小小学生中学生天天西 你说这哎呦 这这太恐怖了 这个国家闹成这样太恐怖了 你说这这祖国的花朵都没有办法保证 这这这东西乱 这个国家没有未来 说真的 现在现在这个国家 这个这个往末日狂奔 甚至可以这么讲 啊 这个还有一个没有未来 什么呢 说说起未来呢 就这个医保嘛 啊 最近这个很多网民关注啊 中国大陆现在2022年呢 不说23年23年估计是够呛啊 大陆22年 现在才公布出来 有2500万人呢 退出医保 就退保 你说这这也不讲未来 这医保里面 他他就包含了有一些是社保的 有一些是居民医保 他都叫做参加了医保 退出医保 你不知道哪些是医保 哪些是社保的 哪些是居民医保 也不知道 所以这这退出里面 其实有一部分可能他就失业了 他就失业了 失业了他就退出医保了 他就没买这个社保了 居民医保本来也坑 本来中国的医保就就特坑啊 所以也也很多人也退出了嘛 很多人也退出了嘛 这这医保的那买买了干嘛 啊 你也不保 这个也不保 那也不保啊 所以 全全算了一些 中国大陆现在很多人就不买了 这社保 而且我也说过呢 这社保确实买了跟没买一样的 一个很多药不报销啊 这国家国家现在也坑 现在整整天搞什么集采啊 集中采购 那几个书记牛逼哄哄那个压压压压厂的价格 实际上啊 实际上啊 实际上你你这个药现在就出大问题了 还要整天搞一些什么中药注射机 就这中国中国现在这玩意 我已经世界卫生组织也不管了 这什么玩意 这能能打吗 这玩意 这都跟毒药是一样的 这跟古代的巫术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跟那就是非洲有什么原始部落 那那那那那玩意也是一样那样的 现在现在中国搞这些东西 完全没有现代科学文明的什么医学体系可言 现在搞那些什么中药啊 搞那中药也必须啊 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在这个体系里面去做这个做这个中药 不然就变成什么我说的巫术 这玩意就就完全就就日本有汉方啊 日本的汉方人家是建立在现代检测的基础上 汉方哪一些他是有科学根据的 他都符合哪些元素 哪些这个维他命呢 这这玩意的 他是现实起作用的 然后就通过什么双盲测试 人家是这么出来 然后就经过这个这个这个日本叫做后生啊 啊 然后就中国叫医药局啊 的一个批准啊 然后就有人负责任 最后才能上市了 所以日本的汉方基本上不是鼠方药啊 都有人属于保健品的这个这个级别 呃 然后是 所以这个中国中国现在也在 大家由于大家没有这个医疗保障啊 这个反过来 中国的消费就更差 就老 为什么西方老百姓消费能力强啊 因为因为就 就有保障啊 大家愿意消费呗 我不用存那么多钱啊 我都不 这个政府帮我看好啊 有以后 我其实我的退休机你已经存了吗 不用我不用存的又存存的又存 那那没完没了是吧 所以他算好这个束摇 国家政策也保持稳定的 大家对自己未来也也比较有有稳定的预期 大家就愿意消费嘛 那中国现在就就乱成一国州啊 就这这这些就这个国家没有未来我拼在一起就就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没有未来 中国未来这这这个全部都没有了 就这样啊 啊 现在 今年啊 你看还有一个数据是什么啊 2023年马上过去了啊 还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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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左右左右啊 就2023年就完了 那个年关将至 年关将至啊 那 这是什么呢 最新数据啊 这是今年啊 又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中国的餐饮业 餐饮业怎么样 惨淡呢 你看那个清零也不清零哦 不清零 但是这个这个你看这个完全没有改善 完全还是乱成一国州啊 里面 呃 内卷之下 底线一降再降的这个这个价格战啊 中国这个现在都是8块钱的咖啡 以前10块钱咖啡 8块钱咖啡 越喝越便宜 你说那玩意是什么东西啊 中国人喝的是什么东西啊 都是糖 都是科技与狠活啊 都都都是假的 都是化学制剂啊 这个你说一降再降 你吃了什么吧 吃的都是假东西啊 那肉也不是肉的吗 天天吃出老鼠头 中国中国中国大陆这个这个就够呛啊 对消费现在现在消费者没钱消费嘛 这个你也不知道吃了啥东西 老百姓你不知道自己嘴里面吃啥啊 反正给给点这个调味剂啊 这个 搞半天就吃下去了啊 中国中国现在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麻烦了啊 啊 中国的平均寿命将会急剧下降啊 我预计啊 我预计啊 大家据这个企查查数据显示啊 今年一到十月份全国餐饮啊 餐饮啊 累计吊销量多少 今年就注册注销的一百零五点六万家 一百多万家 我觉得这个数是我我惊呆了啊 我一百多万家注销今年 就走完流程注销的还没算 有些就丢在那的 中国走完注销流程的是极少部分 他真正倒闭的可能就一千万 告诉大家 有很多一开始就没拿证 关的也没拿证的也有 有很多是开工的时候 基本上都有拿证 但是关门的时候很多都没有办 这个什么注销手续 因为很麻烦啊 在中国注销 所以我们看到注销一百零五万 可能今年关门关了一千多万家 关门倒闭啊 每个店我就算你几个人啊 这个三五个人吧 因为有些是个体户 可能就一个人啊 这个夫妻档啊 这是两个人 我我们平均一下五个人 那这那就参里 你也就就得有几千万人失业 几千万人就这这生意没法做 现在很多人还是贷款做生意啊 你说这做做了半天 你说这不玩肚子啊 基本上现在这都是小白做生意 小白做生意做了做了半天 就倾家荡产 倾家荡产 嗯所以这这习近平你说这三中全会 我不知道他怎么开啊 最后再再提一下啊 就是这个朝鲜半岛局势 现在非常紧张啊 平安啊已经在边境部署新型武器啊 最最最最新消息啊 最新消息 就两两个国家现在不是开玩笑啊 剑拔鲁张一触即发哦 在边境那里 这就这么多年没弄过 但是他他会弄成一个什么规模啊 不不大大 但是就会不会有摩擦 摩擦会不会出啊 也导致一些问题难说啊 难说说不定就这弄起来了啊 但现在是这样啊 一个这个朝鲜啊 你看朝鲜 部署强大的武器 坦克啊 布局在这个三八线啊 三八线啊 然后首尔啊 终止了 因为什么前一天我们也报道了 就发射了那个卫星 然后发射了个导弹 导弹还经过日本上空了啊 整个整个国家这个这个炸锅了啊 日本这边也炸锅了啊 所以韩国这边也停止了 跟他什么什么和平友好全部停止啊 所以以前的一些和平的协议全部作废啊 现在 两两边都都下不来台了 现在两边很紧张啊 美国也很紧张 美国也宣布了这个随时关注情况 日本这边也很紧张 所以朝鲜这边的情况其实是过去二十年以来最紧张的局势啊 告诉大家过去二十年以来最紧张啊 不会开玩笑 就是最没有之一啊 所以啊 这只是因为今朝皇朝太太久没动了 但是他会不会真动起来不好说啊 所以这我们只能关注吧 所以几个情况现在都不正好啊 那先说那么多 觉得不错的打开小铃铛 拜拜